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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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中国语消息 我是巫人 我是斯瑞古文 和我马上带来本周的金刚式的消息 由斯瑞古文来 首先我想大家介绍第一个信息 放开后児童クラブ 来年新月入会的児童を募集します 招募明年四月入会的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儿童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是 以父母亲因工作等关系 白天不在家的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儿童 为对象所提供的照看场所 看管时期包括放学后 暑假、寒假、春假等学校放假的时候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开放日 星期一至星期六 假日及年底年初除外 但清水区浦原东及有比地区以外的清水区内的俱乐部 星期六休息 暑假、寒假、春假有开放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开放时间 学校开课日中午至下午六点 学校放假日上午八点至下午六点 一部分俱乐部到晚上十八点或者十九点 费用 魁区、郡河区、清水区、浦原东 有比每月九千五百日元 三月份为一万两千日元 八月份为一万四千日元 清水区每月七千五百日元 一部分俱乐部的三月份和八月份的价格有益 从十月份开始 多子家庭或者低收入家庭将实行减免制度 详情请参照入会说明 申请表从十一月四日周三开始发放 申请截止日期为十二月四日星期五周五 申请表及入会说明可在各儿童俱乐部 静岗是一所儿童未来科及各区的保育儿童科 静岗是主页上所取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地点 可以在儿童未来科的主页下面的网址 恰母儿童俱乐部的主页下面的网址上确认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 请向各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或儿童未来科咨询 日语对应 儿童未来科的电话为054-221-1543 下面请乌人讲第二个新闻 第二条是冬的食物中毒 请小心冬季的食物中毒 说起食物中毒很多人都以为夏天才会发生 而实际上冬天的食物中毒中中毒患者较多 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糯如病毒引起的 夏季的食物中中毒原因多为细菌引起的 细菌在炎热的条件下容易在食物中繁殖 从而发生食物中毒 病菌与细菌不同 病菌不会在食物中繁殖 但是病菌哪怕是一点点也会经口腔传染 因此即使做料理的地方很干净 也无法让人安心 也会发生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可能性 食物中毒以后会产生呕吐、泻、泻度、发热等情况 糯如病毒的呕吐现象比较严重 通常食物中毒在入口后 一天到两天才会表现出来 没有特效药 一般两到三天会自动好转 为了预防糯如病毒 请注意下几点 吃饭或烹调前请一定要先洗手 如果身体不舒服 请尽量避免烹调 以免吃的人会被传染 酒精消毒对糯如病毒不管用 但是加热可杀菌 所以请充分加热后再使用 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第三个新闻 11月份金刚市内举行的活动信息 第69届全国品茶节 第69日全国お茶祭 11月14日周六和15日周日的两天 将举行第69届全国品茶节 第四届金刚市品茶节也将同时进行 到时会有很多跟茶有关的各式活动 欢迎您前来品尝茶之香金刚市 清夜活动广场内容为脱口秀 茶茶叶产地介绍及各种舞台表演 清夜SIMBOR cette care 茶品的对比侍应 茶道体验 金刚市的茶品 甜品 料理 及茶叶相关产品的销售 还有其他与茶与相关的各式活动 详情请浏览市政府主页 电话号码为054-354-2089 负责部门农业政策科 将由日本人工作人员对应 第二 青叶标志路花灯展 青叶标志路花灯展 今年青叶标志路路上的花灯 将从11月20日周五开始 在这花灯照亮冬季静岗街道的时节 也请您穿着绵音欣赏美丽的花灯 花灯展截至1月31日周日结束 点灯时间下午五点至晚间十点 地点青叶市 青叶标志路魁区 交通从JR静岗站徒步十分钟 有关详情请咨询 i love 静岡协议会 电话号码为054-252-7720 工作人员将用日语为您解答 好 接下来是有关地震的小常识 南海トラフ協大自身に備えて 今週のワンポイントアドバイス Economics 消防群 经济苍症候群 经济苍症候群是由于长时间 一直以同样的姿势作者 脚的静脉发生雪酸雪快的状况 如果换上了经济苍症候群 步行时胸会疼痛 频繁发生气喘 单脚会腹肿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死亡 地震发生后 很有可能会在避难所生活 或在车里睡觉 这样很容易持续长时间的姿势不改变 还有避难所的厕所环境也不是很好 很多人为了不上厕所 控制自己摄取水分 因此换经济苍症候群的人也不少 为了防换经济苍症候群 请采取下对策 穿着轻便的服装 补充充足的水分 按摩腿部 进行腿部弯曲 伸展运动 好 以上是本周的中国语消息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